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迈保镖 涉嫌殴打残疾人士和解案件峰回路转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鲁斯迪改口称 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 较早前 警方曾宣布 荣雅电照车司机到警局销案 正是双方已经私下和解 不过鲁斯迪今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驳斥警方撤销案件的说法 并强调只有总检察署 才可决定是否结束调查 关闭档案部属于我们的权利 我们必须提交给副检察司办公室 他说 警方将遵循正常程序调查这宗打人案件 之后会把调查结果呈给副检察司 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东姑伊斯迈提醒 各造勿将其保镖殴打的电照车司机的事件 与王室扯上关系 并敦促执法单位 依法彻查有关保镖的危险行为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东姑伊斯迈今日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 他已经要求执法单位展开调查和依法采取行动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我不会容忍任何非法行为或恐吓 我敦促执法范围彻底调查随护殴打的龙雅电照车司机事件 我知道有人利用这起事件与王室牵扯一起 但随护在外的行为 将我本人和整个王室牵扯在一起 是毫无道理的 关于本月28日 在吉隆坡酒店发生的事件 我在第二天就得到了通知 并敦促随护 一定要配合执法单位的调查 另一方面 公正党巴西谷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呼吁执法机构不能纵容涉及刑事案件的调查成员 他强调 即便犯罪者身份属高阶人士或王室成员的私人官员 也不能免除法律的制裁 尤其是在涉及普通民众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犯罪案件中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也认同哈山卡林的看法 他指出 在刑事案件方面 执法机构有责任展开调查 无论涉案方的地位影响力或身份如何 无论涉案方的地位影响力或身份 必须在任何情况下 维护法治和作为公共安全守护者的当局角色 国盟认为 选择性检控、偏见、裙带关系和制度欺凌等问题 已经太久未得到解决 他在今早发文告说 执法当局没有行动 将进一步影响警队专业与服务素质的观感 因此 国盟再次支持他哈山卡林的呼吁 以便警方继续调查这宗案件 依法采取一切行动 保障人民的权利与福祉 达基尤丁并没有直接点名 柔佛王储保镖的事件 而是含糊表达对哈山卡林呼吁的支持 马青总秘书苏一方批评政府在国内学生免费到中国接受技职培训的计划中设立固打制 是团结政府在施政上再次倒退的典型例子 他说 根据阿莫扎西在最近访华行程中公布的消息 马来西亚将获得5125个学额 以支持国内学生在免费学费和机票下 赴中国220个企业获计职教育中心接受培训 然而 其中500个学额被指定给华裔青年 而印裔沙巴与沙拉越青年则各有200个学额 苏一方指出 这样的固打制毫无必要且荒谬 他质问政府 在这项计划中为何要根据肤色设定固打制 他认为 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国家的继执教育水平 以实现国家进步的目标 而不是在培训计划中使用过时的族群固打制 他指出 团结政府反其道而行 将国家前进拉回倒退的泥沼中 令昌明大马成为空话 苏一方敦促行动党的内阁部长就副首相地宣布表达立场 并在内阁中据理力争 为所有马来西亚学子争取公平出国学习的机会 他警告称 如果行动党不能履行过去所高喊的废除固打制 落实绩效制的承诺 那么这些口号将与该党的其他承诺一样 只是为了捞取选票的空洞宣言 青年级体育部长杨巧双的丈夫公司 应获得雪舟项目仪式引发争议 然而杨巧双在今天的一次活动上 却拒绝就此事做出回应 杨巧双在青年级体育部 2022年体育观测系统推荐理后 受到询问时 以课题与部门无关为由拒绝回应 他表示 不回应 这与青年级体育部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这是青年级体育部的活动 在雪州政府DRT项目的公开招标过程中 一共有两家公司拿下相关项目 分别是亚洲移动科技 以及Badden Boss Coach私人有限公司 其中 亚洲移动科技的总执行长 正是杨巧双的丈夫拉曼·詹德兰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早前表示 州政府愿意公开 亚洲移动科技售委提供 巴生谷电照客户车DRT系统项目的详情